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晚的《冲心直说》 首先当然是要恭喜今天得到奥运银牌的何思培 香港的泳队代表 因为他的表现实在十分出色 如果今天有看新闻都应该知道他不只是游泳是了德 而且同时是一个高材生 我再次强调我不喜欢用学霸的字眼 学霸的字眼不是我们香港人习惯使用的 我们是用高材生或者优义生都可以 他在DSE考了35分 所以现在去了美国读书 但同时就成为一个出色的游泳运动员 今次开玩笑地说会令到很多家长很开心 因为在队上 拿到金牌的时候就说不一定要读书才成功 是吗? 那个劍击金牌 但今次这个游泳的银牌 这位女泳兽就是一个优移生 可以考到很好的成绩 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 今次可以同时间跟自己的子女说 不止一定是要运动就要放弃学业的 可以两者兼得 同时间你读书也可以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 我们叫附带影响 其实都令到很多年轻人都灰了一灰 以为可以用那个运动的借口就不用读书 好了,今次就令到你们没办法逃避了 这些开玩笑作为开场白 入正题之前我想跟大家谈谈 大家上次的留言我都有听到看到 很多有不同的意见 特别是有些比较悲惨的 或者是叫做忧伤的 觉得好像每一集都是最后一集这样看 其实我都说了很多年 都是抱着这种心态 但是首先我也是要跟大家道歉的 我要承认其实我真的是一个 不是很努力的人 你相对于其他的KOL YouTuber 或者是一些名嘴 我不算是多产 什么叫多产呢 你随便一个 譬如说我的老同学刘世良 他独自一人都可以说过半钟 又或者 有一些其他的时事评论 他每天都会出一些短评 或者一天出七八条 这些其实是很努力的前辈 或者是先进 我就做不到 可能因为我有其他自己的工作 所以我经常都觉得 有些辜负了大家的口爱 或者是支持 甚至其实我都承认 我都想过 就淡出了 包括电台或者是网台的工作 这一点 我也不能够否认 你也看到其实我近日 都上电台上得少了 虽然我维持了这个网台 但也只不过是一个礼拜一次 所以真的我要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我的确是令到你们有点失望的 所以其实我也转转地去思量 在现在这样的香港的环境之下 其实应该怎样去呢 怎样走呢 这个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 也不是可能适宜在镜头面前跟大家说的问题 不过我有个想法 以这个想法我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 其实救疆或者是充心直说 我现在考虑进行一些改革 或者是一些新的尝试 首先从质量方面开始去提升 我不知道你们对于一路的节目的反应 或者是评价是怎样的 我永远做节目我觉得是有不足的 或者每一次我自己看回都会滴汗 所以我希望可以在资料性 或者是多媒体 甚至是图片方面可以做得更加好 另外两方面 我希望因为一直以来 我觉得我这个节目的风格比较杂 我不知道好还是不好 但是其实我抱着心态 这一年来是试一试 希望试到大家不同的口味或者是兴趣 所以如果大家记得 我们当然是讲过政治或者时事 但是同时间也有我的老本行讲戏剧 或者是历史文化 或者是一些军事的东西 更加偶然我会自己自肥一下 就是讲一下机动战士Gundam 这些这么乱乱的节目内容 可能会令到有些人会觉得怪怪的 也不知道来看什么 所以 未来我会尝试从一个分类的角度 将节目分开不同的小题目 可能是戏剧 历史 时事 或者是一些我熟悉的戏剧 这些可能是一种新的方向 令到不同的兴趣 或者不同的选择的人 会更容易找到他想看的东西 这个也是在我暂时的构思里面 而具体的执行 我相信也有些时间去筹备 或者去尝试 以往 我是有点大胆的 就是喜欢做直播 可能因为这十几年来 在电台都做惯直播 不介意对着镜头 realtime 去做节目 但是我可能会 我觉得自己有些时候 都会 准备不够 状态不好 会做得不好 所以可能 未必全部的节目都会是直播 但是我应该都会尽量保留 有一个直播的节目 跟大家交流一下 这些是我未来的一些想法 或者尝试 所以大前提都是要希望 特别是一直留在patreon的朋友的支持 平台的形式 我想我会日后再作公布 你们能够做的 当然就是希望你们加入我们 patreon的会员 甚至是多些转发和留言 那些什么按钟仔 什么赞那些 我不懂得说 因为我看清youtuber 他们总会有一个 叫你按个钟仔 我想你比我更努力 那你们帮我们做这些订阅 提示 如果节目真的进行改革的一天 我会和大家说 和通知大家 学黄家慧的电影 有人就有灯 有灯还是有人 流一口气点一盏灯 为什么会促使我觉得 其实都是想继续做下去 很简单的 其实就是因为你们 无论是听众 或者是观众 近这两年 我收到很多的短讯 或者留言 告诉我 其实他听我的节目 听了很久 说到我很老 其实我也年纪不轻了 相信大家都知道 有些同学说 由中学开始听 就听到他们现在 已经大学毕业 出来工作 甚至成家立室 有小孩 有部份人 看过我的电视剧 我也说过 有位大律师亲口跟我说 是因为看了我的 法律的电视剧 所以他修读法律 也有一些同学 在远父在外国 修读历史 都跟我说 是因为听到我们 经常提及 读历史的重要性 所以他选择了历史科 我不估计到 我自己微小的力量 或者是一些 这样的浅见 是会影响到 很多年轻人 甚至他们的家庭 的一些未来 但是正如我的节目所说 充心直说 我说的话 相信大家都感受到 中间的诚意 或者是真诚 听到明白的人 或者是入耳的人 我觉得 我要 要多谢你们 以及我都要对你们的支持 是要有一种承担 所以我才大胆地想 就是希望将节目延续下去 虽然可能将来的形式 或者是种类 跟你们期望的有些不同 因为我都说过 其他的KOL 不在香港 又或者他们 有很强烈的政治的立场 会吸引到不同的人 去听 但是可能我的人的性格 或者我现在所处的时 和地 未必能够满足你们 不过 只要继续能够 可以继续在网络 或者电台里面 说话 我都会珍惜这个机会 开场白说得太多了 可能令到大家 就 就是 有点 闷了 所以 长话短说了 大家等进一步的节目的消息 好吗 好 进回正题了 其实今天就讲 奥运会的历史 当然啦 听得我节目多都知道 我当然不会 拆鞋 或者在这儿歌功众得 其实我倒转是想告诉大家 大家知道 在历史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并不是 现在我们经常见到的 一些那么壮丽的开幕式 又或者是一些那么亮丽的精神 什么平等 什么竞技 甚至包容 其实奥林匹克运动会 当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 举行的运动会 但是如果大家都知道的 其实在古代 因为男女是绝对不平等的 女性是没有权去参加比赛 更加没有权入场看 所以如果用回 这个奥林匹克精神来说 其实是绝对的政治不正确 甚至是歧视女性 当然我们不能够用几千年前的所谓规矩 来用现在的标准去评论 或者审视 正正等于我不能够用 旧纽约圣经的那些 这样的戒律 来要求现在的基督徒去遵守 如果我们全部是黄天击杀 死了 所以很有趣的 时而世易 当然随着时代的推演 那些规则 或者是那个精神是会改变 但是这一点也要知道 甚至去到近代的奥运会 去到1896年 就被视为是现代奥运会的开始 在那个时候被誉为奥运会之父 如果照页的名字叫顾拜旦 那些翻译的问题 但是不要管了 这个人其实也是一个天主教徒 他当时也是不主张给女性 去参加奥运会 是歧视女性的 他想追溯古希联的精神 就给男性去参加 但是去到1900年 法国的奥运会 就不理他 第一次被女性去加入 当时我记得资料就是 一共有22位女性的运动员 可以参加网球 一些田径的项目 开展了女性可以参加奥运会的历史 当然了 今时今日女性的比例 已经差不多一半 而在表现上也很多时候不信于男性 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 奥林匹克的精神不是一开始便是平等的 正正等于民主一样 当初投票权 女性也没有 而男性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权投票的 是要有产业 或者是他有纳税才可以投票的 这些就是我们熟悉历史的时候 就会知道多一层有趣的地方 好 我们在广告之后休息一休息 接着就回来继续讲奥运会的历史 旧疆办馆本周精选 两家Crossover《苹果日报》限量香醇台中版 是台中顶尖Bartender 透过去年举办的调和活动 且发挥地方精神共同选出的冠军之作 具有低地区平顺柔和的走体特色 全台限量600支 只售928元 半行纸大甲汤面148元两盒 天堂 幸福满满五入礼盒418元 和流图书 团圆中秋节128元 鱼品华 炮克力酥加纸蒸酥148元 鱼品华 泰式酸辣半面 泰式绿咖喱半面118元 台糖 黑糖姜母茶208元4盒 锅空火锅底料 董北酸白菜锅 麻辣梅香锅138元两包 新竹福园 法生酱蛋卷208元 Costco 震微微酱烧鸡腿面222元 鲍斯特控辉 泰菲果仁塔礼盒238元 金顺食味 寒天举药条98元 还等什么?快点上fielgas.com 抢购吧 欢迎大家回来《充心直说》 刚才开场白讲得久了 不要介意 接着我也进入了正题 介绍了古希联 奥运会的历史 其实是男女不平等的 进入近代的奥运会 曾经停办过三次 三次都与战争有关 第一次是1916年 一次大战期间 打到飞起 第二次是1940年 亦是欧战爆发的时候 接着就是1944年 二次大战还未结束 三次都因为战争而停办 其实在历史上 奥运会不仅是平等 体育精神 博爱这些口号 其实里面是充斥着政治的杯葛 独裁者作为宣传工具 有禁药 恐怖袭击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在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很漂亮的画面背后 漸漸淡忘的 所以今天我也想特别去讲两个奥运会 1936年和1972年两个奥运会的一个 历史故事 1936年的奥运会是在柏林举行 当时如果大家看回年份 都应该知道是希特拉掌权的时候 当时他在德国如日中天 他是想借柏林奥运会 去宣传他们纳粹德国那种精神 甚至亚利安民族的优秀 当时他请了一个女导演 叫做斯芬塔尔的翻译 这位女导演是很出名的记录片导演 当时他拍了一套记录片叫做意志的胜利 如果你们上youtube都还能找到 里面是记录了柏林奥运会的盛况 其实近代很多的导演或摄影师 都用过镜头分析这套意志的胜利 里面你看到很壮丽的一些运动员的场馆 或者运动员的肌肉 再加上观众的欢呼 表面上是一个纪录片 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宣传的机器 因为里面运用了很多电影的语言 最简单就是他拍摄希特拉 都是用一个仰角去拍摄 就拍到他好像一个伟人那样 而同时间他拍摄一些 譬如说叫做虎镜的时候 拍到整个场馆 万人空巷 或者是拍摄一些很壮丽的景色的时候 他会切入希特拉的一些镜头 好像他军临天下和天神那样去苦陷 这些就是对独裁者神化的一些工具 当时文字又未开 甚至在他宣传机器统治下 所有人都当他是神 后世当然知道这是一个邪魔 但是我们看这些纪录片 或者我们熟读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的事迹的时候 就会知道很多的德国人 已经是被这些镜头 电影语言深深洗脑 所以整个奥运会 你看到那些班长的运动员 德国那些 他不是作出一些叫做敬礼 或者是拿着个奖牌 他是作出一些纳粹的手势 班长的时候 甚至很多的镜头 会看到很多小孩打鼓 欢呼 而特别把那些纳粹青年团 他们那种威武的精神 放入这条片里面 所以这条片的蒙太奇 和镜头运用 再加上整个柏林奥运会 根本就是纳粹德国 一个我们叫做洗脑工具 所以历史上经常说 政治和体育要分开 政治和体育从来分不开 甚至体育被政治 拿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截至今时今日也是 这点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很深的体会 不用我多说 长话短说 我们又讲一讲 在1936年的奥运会之后 当然还有后面很多不同的奥运会的故事 但特别提出 1972年的 武尼克奥运会 这奥运会有什么特别呢 如果大家看过一套电影 叫做《武尼克》 是史提芬史不保导演的 你就会知道 1972年 武尼克奥运会发生了什么事 1972年的奥运会 发生了恐怖袭击 当时巴勒斯坦的游击队 潜入了奥运村 挟持了以色列的运动员 要求他们释放 要求以色列政府释放 他们200多个恐怖分子 这是一件当时很大的事件 因为德国在1972年去举办奥运会 他亦都像日本那样 在二战中复原 东京奥运会1964年的 被视为日本在战后复兴的一个象征 东京铁塔也是在那时候起好 所以德国亦都希望1972年的奥运会 是可以扮得有声有色的 但偏偏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件 当时因为他们的保安太过松懈 所以被巴勒斯坦的游击队潜入了去 潜入了奥运村之后 他们锁定了以色列运动员的住宿的地方 在一轮的争扎抵抗之下 就杀了两个 协持了其余九个 然后跟以色列政府谈判 当时以色列的总理梅亚夫人 是一个很强硬的女人 他当然不肯释放了200多个恐怖分子 而德国当局也十分为难 因为他们得不到以色列的答应 唯有来一招硬攻 所以他就欺骗那些恐怖分子 提供一架飞机给他 于是那些恐怖分子 就捉住以色列运动员 就上那架飞机 但上到飞机才发现是没有机组人员 于是那些恐怖分子 就知道被人欺骗了 于是他们走到那架下面的直升机里面 于是德国的特种部队警察就开火 在一轮交火之后 那些恐怖分子就玉石俱焚 就将手榴弹和机关枪 就招呼了以色列的运动员 于是被挟持的九个以色列运动员 就全部死了 加上若干的恐怖分子 画面看到就是犧牲的十一位以色列运动员 这件事的余波很大 如果看过《穆尼克兔》电影就知道 以色列就立即轟炸巴勒斯坦的据点 就杀了很多人 而同时间成立了一个 或者不是叫成立 就是委派了一个特种暗杀组织 这个特种暗杀组织 就是主角 《穆尼克兔》电影里面的组织 就是追杀和恐杂有关的巴勒斯坦游击队 中间进行的手段是暗杀 包括汽车炸弹 或者是一些暗杀的方式 之后也不止是牵涉的人 甚至包括一些无辜的人 所以这部电影也能反映到当时的故事 有兴趣可以看看 这种奥运会当然是十分之遥远 甚至恐怖 但我们不要忘记 体育和政治是分不了的 很多人或者组织 真的会借奥运会作为他们的一些手段 或者宣示 甚至今时今日的国家 亦通过奥运会作为角力的场地 作为他们软实力的表现 所以亦发生过莫斯科奥运会 在冷战期间 美国去杯葛 令到奥运会产生了很多争议 所以今天简短地说过 1936年和1972年两个 比较著名值得争议的奥运会故事 其实还有很多奥运会旁枝的一些花边 有机会我们再详细说 尤其我多谢大家的支持 刚才也说了很多 男人大丈夫长话就短说 很多时候我看到你们的留言 有时候心情都很激动 特别是个别的朋友会私讯给我 亦都说得很深入 对我个人或者我的家人都很关心 全部心领 未来的路和环境是不可了 我希望你们明白亦都珍惜我们能够在网络或镜头相聚的机会 而你们的支持永远是我的动力 所以我再次呼吁 希望你们能够用行动去支持我们 这个充心直说的平台 而我答应大家 在未来的时候我们会坚持下去 希望能够通过讲述历史 戏剧 文化 时事 去令到更加多人对历史的常识 逻辑的思考 或者善恶的分野 是不会避到其他的东西所影响 而能够留下他的良知 甚至对知识的追求 这一点是我最希望通过节目里面 和大家分享的东西 所以来日方长 希望大家带着希望和乐观 去继续支持我们 旧疆和充心直说 期待每一个星期和大家再会 拜拜